现代战争不仅是坦克大炮的天下 轻武器 特别是步枪 也是不可或缺的装备 那么世界最强的自动步枪的头衔 属于谁呢 有人说属于大屏幕上的这个人 手中的这把枪 这个人叫卡拉什尼科夫 而他手中的这把枪 是他自己创造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卡斯西 2013年12月23日 一篇复告引爆了俄罗斯媒体 复告写道 今天我们接到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传奇的发明家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去世 享年94岁 几乎所有俄罗斯高次领导人 都迅速做出反应 总统普京向卡拉什尼科夫的家人 是以最深切的哀悼 总理梅德韦杰夫则表示 卡拉什尼科夫的事实 是整个俄罗斯巨大的 无法弥补的损失 俄罗斯领导人之所以给予这位老人如此高的评价 还得从1941年说起 当时卡拉什尼科夫只有22岁 只是一名普通的苏联红军士兵 在一次战斗中 他被纳粹德军的炮弹击中 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疗伤时 卡拉什尼科夫和战友们不约而同 都谈到了在前线德国人使用的自动步枪很厉害 一位商员说 要是咱们也能有这么棒的自动步枪就好了 这样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强的卡拉什尼科夫 产生了设计自动步枪的念头 在病床上 卡拉什尼科夫设计出了一支自动步枪 经过不断改进 到了1947年 这支步枪完成了最终的定型设计 这就是阿卡47 阿卡47步枪口径7.62毫米 发射7.62×39毫米枪弹 由容量30发子弹的弧形弹挟弓弹 后备弹夹最多可带90发子弹 可选择半自动或全自动的射击方式 1951年开始装备苏军 虽然在精准度和射程上 阿卡47稍有不足 但它重量只有3.6公斤 活动部件很少 士兵稍加训练 都能在30秒内拆卸并重新装好 无论在丛林 沼泽还是城市街道 都能良好使用 因此一经问世便流行开来 美国普利策匠获得者齐福斯 在其枪支一书中曾评论称 阿卡47的致命性 以及产生的影响 超出了同世代问世的原子弹 好了 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 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 一位是著名的军事专家 杨南镇 杨老师 欢迎您 杨老师 杨南镇轻武器专家 曾多年在海军舰艇部队和两栖部队服役 同样邀请到军情观察员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白孟臣 欢迎孟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白孟臣 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 网络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及我们的军迷观察员 王刘萧 欢迎您 大家好 王刘萧 毕业于许昌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喜欢军事五年 曾经的军事节目编导 杨老师刚才通过短片的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这个军事专家呢 对于阿卡四七有这样的一种表述 说是它是和原子弹相比 甚至影响力要大于原子弹的 这样的一型枪械 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述呢 这个步枪啊 是部队或者叫军队的最基本的武器之一 单个人员使用 以此它呢量大 像阿卡四七这个量 是世界上最多的最大的一个量 那么按照它的这个量大的角度 可能就是人家说这个和原子弹比美 就是一个 第二个 世界上都没有这个步枪的量大 那么为什么这个步枪量大 它不是说它想生产那么多 人不买怎么办 人家不装备怎么办 就是说肯定是 供需啊 供需矛盾始终是比较调和的 始终是供不应求的 才会有这么大的量 另外呢 它在世界上这么范围 用这个枪 说明这个枪的可靠性 在世界上各种气候带 各种地形上 各种烈度的军数活动当中 它都 可以说是 过得硬的 因此才可能这么大的量级装备 对不对 是 当然了 很显然还有一个经济因素 就是便宜 对 这个枪 非常便宜 和M16啊等等 很多国家的武器比它很便宜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说呢 这样的枪 这么人喜欢 很重要一点 它特别可人吧 那么 孟辰 对于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 美国专家的这样的一种表述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 我个人看法 它的影响力是比原子弹大 因为我们想想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徽上有 原子弹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上有原子弹 但是我们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一些国家的国旗国徽上 确实有AK直射步枪 而且它在 应该我个人认为 在五六十年代 哪怕到七十年代 它确实对于亚非拉美国家来讲 是带有民族解放性质的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象征 是 从这点角度来讲 原子弹绝对不会比AK的影响力大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AK影响力 比原子弹大才对 那当然从杀伤效果来讲 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 杀伤效果也确实是它大 比较有名的电影 这个战争之王里不说了吗 是 真正的大杀伤性武器 不是说核导弹 而是这种轻武器 有人说步枪的发展史 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那就是 阿卡四七出现前 和阿卡四七出现之后 但是正所谓 长江后浪推前浪 阿卡四七也在不断地改进演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 卡拉什尼科夫推出了 阿卡四七的升级版 阿卡七四 据说它的口径是变小了 但是威力却大增 国外曾有人做过试验 阿卡四七四可以一旦 动穿至少五部手机 阿卡七四是阿卡四七自动步枪的改进性 虽然两支步枪外形很相似 但是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阿卡七四于1974年11月7日 在莫斯科红场域室上首次露面 它是卡拉什尼科夫 在阿卡四七和阿卡M两型步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阿卡家族的重要成员 阿卡七四采用5.45毫米口径 被认为是阿卡四七步枪的小口径发展型 但是有许多重大改进 性能更加优异 并且经过了阿富汗 车臣等多场战争的实战考验 被认为是一支非常优秀的步枪 阿卡七四全枪重3.6公斤 全枪长930毫米 弓弹距30发弧形塑料弹匣 弹匣采用棕色玻璃钢塑料 虽然它的口径相比阿卡四七变小了 但阿卡七四的威力却丝毫不减 反倒又有提升 在影视作品中 常常会有枪战中 主人公刚好把手机放在敌人子弹射中的位置 因此捡回一条命的情景 但如果在现实中遇到的是阿卡七四 那么就绝不会有这样的情节 因为在国外曾有人做过阿卡七四 能击穿几部手机的威力试验 在视频中人们可以看到 试验员把八部手机置于特制的架子上 手机之间留有相等的距离 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前后一字排开 然后试验员手持阿卡七四 在一米外进行射击 从视频上能够看到 子弹把其中前五部手机都击穿了一个大洞 由此可见阿卡七四的威力之大 好的 现在在我们身后大屏幕上 为我们展示的两个形枪 都是阿卡系列 上面的是大名鼎鼎的阿卡四 且下面算是阿卡四七的一个改进型 阿卡七四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杨老师到我们大屏前 为我们做更细致的讲解 有请 杨老师 虽然说我们说阿卡七四是阿卡四七的改进型 因为很多军民朋友特别在意的就是单兵式武器 特别是步枪 它的这个口径问题 阿卡七四的口径是7.62 但是到了阿卡七四 它就变小了 5.45 为什么口径会缩小呢 口径的缩小 首先一个就带了枪弹的轻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形枪弹 这个口径不一样 长度差不多 由于口径小了 这个弹很显然比原来那个7.62的弹要轻了 弹丸要轻了 是 药桶呢也会略微的缩小 要匹配 也不能很大一个药桶一个小弹头 是吧 这样就兴了 仅仅这一点 不足以为改一型枪的口径 更重要的是什么 到了越战时期 美军用了M16 它的口径是5.56 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苏联 当时的苏联也开始研究 小口径步枪 为什么要研究 就是这个时候要讲一个根本的使命是什么 它就是人与人之间接战的主要的一个兵器 它是杀伤 它的使命就是杀伤敌人的生动目标 就是活的 以这个为主的 那么 要求这个为主 那就是我打上你以后 叫你就失去战斗能力 是 是吧 那么这两个枪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说那个枪700多米的粗速 这个枪达到了900多米的粗速 反而它的口径小了 出速快了 它的弹丸 弹丸小了嘛 轻嘛 是吧 它这个可以出速 出速高了以后 弹道很低深 它不要你出速高 它有个弹道很低深 在较近的距离上 比方说 它在300米 或者近400米的时候 它基本上瞄到那里打那里 它的弹道比较低深 所以它的基本度要比 老阿卡四七 确实有所改进提升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由于枪弹的长径比 弹丸的长径比 不一样了 命中人体以后 它在里头 受到阻碍以后 弹丸就在里头翻滚 因此这个伤 构成的伤 要远远的比那个 一下子打穿了贯通这种 对人的伤害要大得多 所以它的战斗效能 有大规模的提高 在阿卡四七 阿卡七四之后 阿卡家族又有了后起之秀 阿卡12 据说这款2012年 才问世的步枪 是俄罗斯方面 在阿卡七四的基础上的 一个改进型 对于这款枪 俄方也是给予了厚望 在2013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 更是亲自上手 对阿卡12 进行了实际的感受和挑适 2013年9月18日 甚至亲自上手 据俄罗斯军工专家介绍 与之前的阿卡家族步枪相比 阿卡12步枪重量更轻 精准度更高 战士拿着它 甚至有一种 人枪合一的感觉 负责该枪测试的射击员 介绍称 射击时 射手的投贴 让去很舒适 单手设计巧妙 可以用习惯的方式扣动 且不会打滑 除此之外 阿卡12的射击模式 也在单发和连发基础上 新增加了三发点射功能 整个阿卡12的枪系 分为轻型和重型两大系列 轻型有四种口径 重型有两种口径 并且根据不同的需求 还衍生出了 支风枪 狙击型轻击枪的品种 好了 欢迎回来 刚才通过短片 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是亲自去调试 阿卡家族的 最新的一型 阿卡12 那么杨老师 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阿卡12这一型 最新一代的阿卡12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阿卡12这个特点 我们感觉到 俄罗斯 在新的形式下在变 它的新武器在求变 但是呢 这个枪看起来 除了外观上 枪托了 改成个拐坝枪托 弄了一些皮卡 在那些护墓上 同时呢 也做了一些个 外观上看的 也不太一样了 但是总的来看 它还是用的 阿卡7-4的这个概念 那么里面呢 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在人机功效上 它有一个进步 就是这个保险机 它能够呢 在左侧 用拇指来调 原先呢 从阿卡7-4以前的枪 都是呢 只能用右手 在保险 连发单发 这样调整 那么呢 在操作上 就起到了重大的飞跃 你比方说 在战斗情况下 开始冲击的时候 因为你今天有个距离 是吧 还要做战术动作 可能这个班长 什么组长呢 他要喊 关保险冲击 是吧 关保险冲击 那么关保险 你要关保险 就要用这个手来关 但是他那个呢 就是关保险 很快就把保险关上了 是吧 用这个拇指 所以这样子呢 就提高了这个步枪的 它在战斗使用 人机功效上面 它有重大的提高 说到 谁是世界上 最强的自动步枪 其实除了俄系的 阿卡枪组之外 美国的步枪 也是要好好的说一说 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国著名的 轻武器设计师 斯通纳 研制成功了 口径是5.56毫米的 M16自动步枪 这种步枪 比使用7.62毫米 枪弹的 阿卡47步枪口径呢 是小很多 但是射击精度得以提高 同时呢 还减轻了负重 便于携带 M16最先在越南战场上使用 但是 在实战中 M16却得到了一个 不靠谱的评价 我们来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67年春天 正是热战打的最激烈的时候 准备上战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队员 理查德杰森 很兴奋地领了一支新步枪 拿在他手上 正是二战后美军换装的第二代制式步枪 M16自动步枪 也是世界上第一种正式列入部队装备的小口径步枪 理查德杰森仔细地翻阅M16的使用手册 其中提到 该枪有效射程600米 弹药为M193弹 射速为每分钟600发 是一支轻巧的5.56毫米口径步枪 熟悉了自己的新步枪后 理查德杰森上战场了 但一番实战后 他有了自己新的认识 1965年5月 理查德杰森给自己打过二战的父亲写了封信 在信中 杰森对M16有如下一番犀利的评价 他说 老爸信不信由你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杀了我们大部分人吗 你做梦都想不到 居然是我们自己配发的新步枪 我们离开冲绳之前 全部都配发了这种新步枪M16 可真到战场一比划 我们才发现大事不妙 好多人临死前一秒还都在忙活一件事 那就是维修他的步枪 因为他的步枪出故障了 这不是在拿士兵的生命在开天大的玩笑吗 理查德杰森在信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 那就是他之所以活下来 是因为把自己的M16扔掉 捡了对手的阿卡47来用 这才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像杰森这样的美军士兵有很多 他们都把自己配发的M16 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贵族步枪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M16外观虽然漂亮滑美 但对射击的环境要求很高 枪管不能进水 有时下雨受潮也会影响射击精度 而热带雨林高温高湿的越南战场 可以称得上是M16最不适合的战场环境 相比之下 阿卡47虽然各个单向指标并不出类拔萃 但综合性能很平衡 结构简单 结实耐用 故障少 造价低廉 这是因为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上过战场 他知道军人最需要什么样的武器 在设计枪械时 他首先考虑的是要使枪械结构简单 能够在寒冷 炎热 风雨 沙漠甚至水中都能使用 据说 理查德基森的家书在美国很快流传开来 当时美军也派出相关几个专家小组 奔赴越战现场调查 结果发现 当时M16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弹糖污垢严重 卡壳 弹霞容易损坏 枪糖与弹糖朽食 缺少擦拭工具 尤其在恶劣条件下 情况更为严重 杨老师 刚才的一幕 我相信很多军民们都会津津乐道 就是关于在越战的时候 美军把自己手里那么先进的M16扔掉 不用 既然那么先进 为什么把它扔了不爱用呢 杨老师 M16 这个枪很单薄 这个枪呢 它的这个枪口装置 就前面那个枪口装置 是一个三半型的 开口的 枪开口的 三半型的 很简陋 很简易 是吧 拿到部队以后呢 这个弹霞还是20发 它就走20发的直弹霞系列 拿到部队 开始是很 很轻松的 但是一打起来呢 感觉到这个问题出现了 一湿一热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M16 它的机匠 是整个的一个铝块 断出来的 那么它的枪管 枪击 弹簧等的 这些很多机锤 这些运动箭 都是钢铁的 这两个金属 是完全不同的 你要用普通的枪油 那么差 它都不行 那那不是一回事 所以呢 到了这种 南方恶劣天气 它的故障率就高了 这又跟阿卡齐斯一比 那很显然干脆 来不及干脆算了 就用阿卡斯基 这种现象是 当时就出现了 好 刘肖 关于越战上 比较让你在意的 美军的一些举动是什么 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好多士兵 他不用自己的M16 然后去捡这个阿卡斯基 而且还不是说 我顺手捡 有的就是专门的 去捡对方的这个枪用 我就想问白老师 这两个枪 他们能通用吗 或者是他拿到手之后 顺手是吗 首先我们说子弹 是肯定不能通用的 5.56毫米的小口径子弹 M16 然后AK47是7.62毫米 乘39的弹 直径长度全不一样 通用肯定不行 但是呢 我看到这些年 美国媒体也有 不断地在采访 这个所谓扔M16 这个事啊 很多的美国的老兵的说法是 我们只有在打到 最紧急的情况下才用 一般我们不扔 为什么 杨老师肯定很清楚 M16和AK47的声音不一样 嗯 在丛林战里面 谁看清了你是 你看你穿的是美国军服 他穿的是越南军服 不是的 一听那边动静 打了不是我们的枪 直接打 直接打 所以经常会有这种 你比如说我真是说 一个美国士兵抱着AK出来打仗的话 那我很有可能还没有被越南人打死 先被美国人绷死了 因为一听声音不对 可能走近一看 这是美国人 但是在战场上 我不可能去管这些事情 对 当然M16确实是一个 尤其是M16最开始的版本 是特别需要伺候的一个枪 那么另外的就是 美军发现这个早期的 美国的5.56毫米子弹 它的这个残渣比较多 你需要经常清理 那么有些士兵确实有可能 比如说我背一只AK 出现情况是 我这M16卡了壳 直接换AK上来打 这种在一些特种部队里面 我看到确实有人这么写过 但是你说一个普通的美国士兵 一个美国大兵 在这个没有办 就是没有太多风险的情况下 直接把M16扔了 换AK47 那他很有可能要死在自己人枪底 美国的M16步枪虽然娇气 但是呢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可以外挂榴弹发射器 可以说性能是相当优异的 然而在2016年6月份 该行枪外挂的榴弹 以每秒76米的速度 射进了一个士兵的头部 竟然没引爆 这样人们在对这个士兵死里逃生 感到庆幸的同时 也对M16的性能 有了新的疑问 据报道 2016年6月10日 哥伦比亚一所医院进行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外科手术 从一名哥伦比亚军队士兵脸上 取下一枚没爆炸的40毫米枪榴弹 从X光照片可以看见 这枚榴弹嵌入了这名士兵鼻子和眼眶下方的位置 报道称 这是在训练中发生的突发事件 原因是一位士兵意外触发了他的榴弹发射器 导致一枚榴弹发射 打入了这名士兵脸上 相关报道称 打伤这名士兵的 就是M16枪挂的M203榴弹发射器 据了解 M203榴弹这种弹药 通常是在步枪下方额外添加 高爆弹头能够以每秒76米的速度 飞出弹口 虽然这枚榴弹意外打入这名士兵的脸上 但万幸的是并没有引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据了解 美国是研制下挂枪榴弹发射器的临袍者 最早研制了实用的下挂榴弹发射器M203 并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装备部队 M203全长380毫米 重量为1.36公斤 最大射程400米 发射速度每分钟5至7发 40毫米的M203榴弹杀伤半径5.13米 碎片飞行最大距离11米 产生最大碎片平均为13克 反装甲榴弹穿甲厚度为36毫米 对付普通装甲车 汽车 停机坪飞机等绰绰有余 M203是M16成为了第一种点面杀伤结合的武器 就像M16本身带动了小口径突击步枪的潮流一样 M203枪挂式榴弹发射器的方式也被其他国家相继放射 虽然外挂M203榴弹发射器大大提高了M16步枪的性能 但是有军事爱好者认为它的可靠性却不怎么样 此外有分析认为 当M203挂在M16的枪管下时 射击时要必须利用弹侠体作为握把 不是很方便 李老师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看到的那一幕是怎么回事 枪榴弹为什么会打到士兵的头上 可能性最大的是这样 第一 这个M203榴弹发射器在一个士兵手里走火了 他们这一伙士兵在那他走火了 走火了以后呢 这个弹呢 可能要不是打到地上跳起来 绷到它了 还是从哪个地方绷到它了 就是这个弹绷过去了 绷到它了 你想他每秒七八十米的这个粗速 是吧 四十毫米要是直接命中 不爆炸的话 他脑袋也差不多了 那就是差不多一半的掉了 这是一个 那么很显然 说这些问题的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却没有一个人说 为什么他不爆炸 对吧 他为什么不爆炸 这个隐性呢 他不能一打出去碰什么 他就炸 你比方说 他这个爆破半径 就是他那个杀伤半径啊 大概五米多 你这五米多 如果你就在杀伤半径上 假如说 你打出去以后 就一碰炸 像刚才他这个情况 那么破片就把这个周围的这个自己人就给打了 会伤及无辜 因此呢 一般的这个隐信呢 都要带这个弹飞行出去 大概两倍左右 我们一般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钉 都规定 比方说有些数字是规定的 比方15米20米30米 具体规定 但是我们说呢 通常不能小于两倍的杀伤半径 这样的一个距离上 他才能解锁 命中目标以后才能爆炸 因此呢 才会出现 打的那个这个脸上嵌住了 然后把它从里头取出来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刚才我们说到 美军主力不像M16 在越南战场上的表现的很不理想 比如说 弹糖污垢严重 容易卡壳 或者呢是弹夹 容易损坏 等等的问题 于是 GT-M16的M4 就诞生了 M4系列步枪 目前主要装备在 美军各常规部队 以及特种部队 并且在2011年 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中 是一战成 2011年5月1日深夜 两架直升机 搭载20多名美军海豹突击队员 从阿富汗东部城市 加拉拉巴德启程 飞往位于巴基斯坦 阿伯塔巴德的一栋神秘舰 美军认定 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就藏身于此 2日凌晨1点 进攻指令发出 美军突击队员 立刻用炸药炸毁建筑物的墙壁和外侧门口 并进入屋内搜索 根据参与这次行动的美军回忆 当时 他们在从2楼前往3楼的途中 正好看见本拉登在楼梯间查看发生什么事情 美军立刻对他射击一发子弹 但本拉登转身躲过子弹的射击 并退回他的房间 紧接着 一名美军跟随本拉登进入他的房间 并在卧室中看到两名女子也在里面 其中本拉登的妻子一边掩护他 一边大喊愿意替他去死 证明美军立即向他腿部射击了一发子弹 并随即将屋内两名女子压倒并拉到一旁 而第二名海豹突击队成员进入房间后 使用HK-416步枪对本拉登的胸口 以及头部各射击一发子弹 在白宫观看整个过程的奥巴马 看到这一幕时 低声说道 我们干掉他 根据美方后来公布的信息 本拉登总共中了两发被称为猎鹰的 5.56x45毫米子弹 子弹分别贯穿了他的胸部和他的左眼上方处 美军特种部队把这种双连发射击的技术称作双击 而击中本拉登的HK-416步枪 则是在M-4卡丁枪的设计上重新改造而成 是M-4的衍生型号 资料显示 M-4于1991年3月 由美国军方正式定型并命名 它口径5.56毫米 该系列步枪是目前美国常规部队装备的主要武器之一 我们栏目的记者也曾在靶场亲身体验过M-4系列步枪的威力 好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试验吧场了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M-4的威力吧 刚才我们体验了美国M-4突击步枪 那么这种枪的威力如何呢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到这个高体上 这个呢就是M-4突击步枪的子弹 它的口径呢是5.56毫米 在实验当中呢 这个子弹会从这个高体穿入 在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枪 在尾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子弹头啊 还在这个高体内 M-4的威力可见之外 好的 欢迎回来 现在在我们身后大屏幕上为我们展示的这张照片 就是美军的士兵正在使用他们的M-4步枪 接下来还是有请杨老师到我们大屏前 为我们仔细地讲解一下美智的这个M-4 有请 杨老师 美智M-4现在它的水平性能等等都怎么样 为什么刚才我们的短片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 是美军士兵现在最爱用的单兵作战武器了 应该这样说 这个枪在美军的所有美军的部队里头 它的编配数量并不是特别多 它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比美军普遍装备的M-16A2 现在也有A3了 那个步枪就是短一点 枪管短一点 那么短在哪里了呢 我们就说把这个护目呢短了一点 是吧 短了一些 那么同时呢 它采用了一个伸缩枪托 伸缩枪托 这个伸缩枪托实际上呢 只能只有100多毫米可以伸缩 效能并不高 这个枪叫做呢 美军叫做卡兵枪 卡兵英文 这个卡兵呢就是 马枪或者叫骑枪的意思 就是过去给骑兵啊 这个用的 那么这样子显然 它的能力要低于M-16A2的 所以美军的步兵连营 这个车子所有的步兵 大部分用的还是那个标准的步枪 但是这个底下能上这个 枪管榴弹发射器 那么美军的这个枪管榴弹发射器 包括刚才讲的M-203 它不是随便就卸下来 一卸下来以后底下没有护目了 就不能够用了 是吧 你拿着就拿不了 你手没有一个隔热的 哪怕你没挨着 那个热辐射也是拿不着的 是吧 拿不了 那么同时呢 这个枪由于短了 那么你加了这么一个东西 加了203这个 就加了这么一个榴弹发射器 40毫米这个 前面很重 那么同时现在又加了一些皮卡 前面什么这个那个装了一堆东西 实际上呢 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样子化 不是不能用 但是这个枪的使用效能 已经非常恶化了 你可以想象前面一堵的东西很重啊 天天那么重的 你说这枪的重量都倒到前头去了 是吧 所以这一般情况下呢 像这个枪可以想象 它大量给别人的 会不会是就是它的主战 上世纪80年代 步枪小口径化热潮是席卷了全球 印度呢也顺应潮流开始研制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口径步枪 而且在研制之初就把新枪定位为世界名枪 印度方面说这种枪名叫做英萨斯的步枪呢 是博彩重家之场 那么 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日前 有曾经参加1999年 西亚勤兵川之战的印度士兵 向记者披露了当时的作战情况 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士兵说 在18年的那次战斗中 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的神枪手 到了冰山上都变成了第三流的枪手 明明瞄准了目标 子弹落下的地方与目标却相差好几米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以为这是因为茫茫白雪让我们看花了眼 为此连激光测距仪都搬出来 但结果还是不管用 老兵告诉我们 打不准是因为子弹飞出枪膛的时候温度极高 而雪山上的空气却极冷 极大的温差导致子弹旋转不均匀 弹道不稳定 所以子弹落下的地方与预定目标相差很远 这名印度士兵说 更要命的还在于自己使用的印度国产步枪英萨斯 太不给力 在实际使用中 压根没有设计连发功能的英萨斯步枪 居然经常毫无征兆的单发便连发 而且还出现了枪管膨胀 提把枪托快满及部件断裂各种匪夷所思的状况 最要命的是卡壳 在采访最后 这名印度士兵说 步枪是陆军部队最基本的武器装备 但我们印度国产的英萨斯步枪 虽然集合了美国 俄罗斯等国各种名枪的先进技术 但使用起来真是不让人放心 据了解 印度国产英萨斯是5.56毫米小口径步枪 它的导气系统和避锁原理 模仿以色列的伽利尔步枪 快满机借鉴了美军M16A2的形式 为节约子弹 只能选择单发和三发点射 不能连发射击 而机匣 握把 弹匣 卡榫及快满机部件 直接取自阿卡斯7 枪托 气体调节器和枪口消焰器 自模仿比利时的FNFAL 弹侠槽还可以安插美国M16步枪的弹侠 虽然看似博彩重家之长 但英萨斯步枪自服役以来 就因为各种问题不断 而遭到印度军方的强烈批评 李老师 现在我们身后大屏幕上展示的这个 印度方面啊 自造的这个英萨斯 刚才通过短片也看到了 印度方面表示呢 说是极恨不得世界名枪的优点于一身 但是为什么结果反而不令人满意呢 这个可能这些搞枪的人啊 他可能不是用枪的人 他就以为可能 就是说一级思维 你哪个国家的这个某一部分特别好 有优点 我把它弄了一边 阿卡 它那磷子 它那自动机那部分是阿卡枪的 它呢 你看那个枪托 是吧 那个枪托 其实是英国的那个 REA1 是吧 那个地方 同时用了个握把 它用了个提把 提把呢 这个是 也是REA1的那个 包括那个弹侠卡榫呢 那个扳气护圈那些地方 就是阿卡枪的是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看着好像是 把整个的这个 这个枪我都弄上 但是我们讲呢 一个好的东西不是凑合 对吧 你应该把很好的东西融合起来 才是 使它相互之间 它这就是什么呢 大家凑合起来 凑合起来就有个什么问题 中国话叫水土不服 不匹配 相互之间 这个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它将来要到了 它这个 印度那地方比较恶劣的 是吧 它那个 那个 高原嘛 它有地方 那个气候比较恶劣 我估计用这个 这个枪用起来就很那个 当然我们呢 公平合理的说 它这个枪保留了 REA1那个 那个小提霸 是吧 这个有个小提霸 对一个 某种枪来说呢 在爬山的 越岭 提着 提着跑 这种过程 它 确实是人比较舒服 如果你没有这个提霸 就得拿着那个护木 是吧 看他 你不管哪个枪 拿着护木 这时候 手就比较 老是这么大的 是吧 对 他那手拎着小 同时有的时候 松一松 那个拐伴在这 挂到这一样 是吧 他就 人机功效 比较好一点 就是 唯独这一点 你想他那个垃圾瓶 那么大 你握的那也好 你站的那也好 你靠着两个手 这样 看着 拉起来是带劲 但是 很显然 这是不成的 你应该在嵌好里头 你的手撑出去 这个位置 就是那个胸墙的位置 是不是 那你可想而知 这很显然不行 要不就 翘起来再拉 这 老远就看见 那个地方有个枪手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 在轻武器设计思路上 颇为开放的欧洲国家 就掀起了一股步枪 无托化的风潮 新颖的结构 炫酷的外形 突出的性能 所有这些闪光点 令中国军迷 对这个无托步枪 是心存向往 而在1997年 香港回归时 驻港部队的新式步枪 一亮相 就给军迷们 一个大大的意外和惊喜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 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国政府 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6月30日 午夜 至7月1日凌晨 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在香港会展中心 隆重举行 当解放军 驻港部队 迈着整齐的步伐 手拿新型小口径步枪 一辆相时 立即成为了 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人们惊奇地看到 驻港部队手中拿的是 一把之前从未见到过的新式步枪 该枪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外观超酷 采用了无托结构 全枪长度 比我军之前的 56和81式自动步枪都要短 这支造型美观 帅气十足的新式步枪 就是我军当时 首次公开亮相的 新一代制式步枪 95式步枪 95式步枪的问世 是中国轻武器 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发展进程中的 一个里程碑 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 在轻武器装备方面 翻开了新的一页 据报道 95式步枪性能先进 是一种完全自动化的武器 稳定性好 精确度高 杀伤力大 他使用的5.8×42毫米弹药 可在100米内 击穿8毫米钢板 并且仍有杀伤力 作为最基本的单兵武器之一 95式步枪列装以来 除了经历训练 执勤等日常任务的考验外 还历经多次徐战任务的考验 广受部队官兵的好评 据悉 中国95式枪族 有多种型号 既有95式基本型号 也有95B短管型号 主要用于中国特种部队和海军使用 既有长管型 高射速 弹侠容量 75发或100发的95轻机枪 也有使用北约标准 5.56×45毫米子弹的 所谓外贸版 97式轻机枪和步枪 李老师 95式步枪 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一辆像确实当时 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 尤其是军迷朋友们 那么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95式步枪 它本身的 性能特点 怎么样 这杆枪 您肯定使过吧 我算有幸 参加了这个 95式的 这个 研制过程 研制工作 了解一些情况 95式步枪呢 是我们中国 完全自主 制造出来的一型 新式的 步枪 这个步枪呢 说他新的 还有一个跨度也很大 我们上来就弄了一个无托的 但是大家可以告诉大家 当时弄两个枪 有一个有托 一个无托 同时弄的 那么 那么在这个 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啊 在这个 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 军委的首长就选定了 用无托的这一支 因为什么呢 我们对于香港的回归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 这是 百年雪耻的问题 对 对吧 我们中国终于 用我们的武装力量 用我们国家的主权 在那行使了 这是一扫 这个重大的政治 和这个外交各方面的 这个因素很大 那我们就要用一个全新的东西出去 这个当然呢 在我们 这个95式来讲呢 也是代表了我们国家 这个军事工业 特别就是这个 轻武器枪械工业的 最高的水平 在这个 同时呢 大家也知道 这是个小可敬步枪 我们这个小可敬步枪的威力 不逊于 那两款 是吧 这个M16和这个 阿卡 阿卡 这个从威力角度讲 这个枪打起来 是吧 它是平直的向后退的 我打一下 当然我们打的多了 可能也是 像我这个 无意拖断的那个地方 连射在那 就是 荔枝连射 他们我看 他们给我拍的 这个视频呢 都是这个 这个枪 很平直的 真的真的动 还是可以的 就是它的稳定性非常好 就是还挺好 很短小 是吧 但是这个枪短了 可不等于这个 所有都短了 是吧 那个枪管的长度 和标准的这个步枪长度 是一样的 因为它就是不要枪脱了 实际上呢 我们讲 无拖结构 有一个最复杂的枪脱 就是它直接顶着 那个机匣的后端 当然机匣后端 弄一个缓冲垫在这里 是吧 直接底下机匣后端 那么 由于人机功效的 需要把 这个 这个射击的部分 挪到前面去了 所以这个 这个枪呢 确实是 使咱们 军队 特别是使我们国家的人民 还是为之一振的 有报道就称 95式步枪的射击精度 明显是高于 俄制的阿卡系列 突击步枪的 同时呢 可靠性也优于 美制M16突击步枪 是一款性能先进 个性突出的单兵武器 那么95式步枪到底 性能怎么样 我们栏目中 记者曾经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第208研究所的 试验靶场 亲自去体验了一把 那么 接下来 我们跟随 他的镜头 去看看 我现在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第208研究所的 试验靶场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手上呢 拿了一支 我军现意装备的 95式步枪 它当在手中呢 并不是很沉 因为这个枪身啊 大多数都不是用金属制造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身旁呢 有一张靶纸 一会儿呢 这个标靶将移动到 50米的位置进行射击 那么这个95式步枪 它的射击精度如何呢 射击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请教一下 这个试验靶场的张教练 张教练 我现在射击的这个姿势对吗 这个姿势呢 这个脚 两个脚要撇开一点 脚的脚撇开一点 对 这样就可以了啊 身体的枪 这个 与那个枪呢 要保持一条线 就这样 枪与身体呢 要30度 两肘 朝地要稳固 两个肘 朝地的时候 要稳固 两手 自然向后带 对 底尖 抵好了 要脸贴上枪挫 自然贴 头不要歪 好 这是鞠枪 瞄准 左眼壁 右眼睁 通过战孔 看准星 动作做好一个 激发的时候 这个手指 自然的向后预压 对 自然向后预压 再慢一点啊 做到有一颗无意响 对 慢一点 还是快了 再慢一点 瞄准啊 来 这个动作是对的 再有一个激发的时候 你看啊 激发的时候 不要闭眼 打的时候你闭眼 这不是这个瞄准的时候 刚瞄准好了 你激发的时候你闭眼 但又跑了 瞄准 对 就这个动作 在经过了射击教练的短暂培训之后 我们的记者能否掌握 950步枪的射击要领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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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打的头两发 头两发打在 把子中心的右下 那么你在瞄准的时候 你就要瞄在白点的左上 瞄在这个位置 才能打到十环里去 你刚才这两发打的时候 有一个种种原因 一个是你操枪 枪身是斜的 在一个口板机的时候 瞄准配合的不好 就打成了一个上九 一个右八环 那么经过我刚才告你以后 最后一箱打在十环里面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好 谢谢张教练的点评 我现在对我这个成绩 还是很满意的 大家现在随着我的镜头来看 这边我们有一个 肥皂的空腔样品 这个就是95步腔 在做实验的时候的 一个空腔样品 我们可以看到 子弹是从高体的左侧进入的 然后进入高体之后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空腔 然后从高体的右边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子弹95步枪的这个威力还是很大的 今天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枪 不论是阿卡47也好 阿卡74也好 阿卡系列的 还是美智的M系列 还是我们的95 相信杨老师您都打过吧 您站在一个使用者的角度 同时您也参与了咱们95式的这个研发 在您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什么样的枪才算是枪王之王 枪王之王 要是比较单一的就归到哪个枪上 恐怕呢 这个也不是特别合适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要是单从枪这个物质角度讲 那么枪绝不是你设计的和制造的那个 这个怎么样来成标准的 是一定要用它的使用者 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得到了一个公论 甭管你的国度 甭管你的这个人种 也不管你的这个什么政治文化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呢都公认这个东西是好的 那么这就应该说能够成王吧 嗯 这是第一个 就是从枪角度讲 你比方说我们说阿卡 阿卡这个枪 它已经完全属于世界的文化了 是吧 世界的角度了 是所有的人几乎都愿意用这个枪 我敢说美国人这么嫉妒人家 他也愿意用 嗯 美国现在也生产这个枪 不过他只能生产 民间只能生产半自动的是吧 而且改型特别多 有的枪拖长一点什么 啊 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你中间那点是不变的 我们说这个枪 为什么要经过人使用 得到的结论 好还是不好 因为你就是给人用的 是不是啊 而且要经过去 呃 这个这个长期的人的使用 根本到底在什么地方 人的可接受性 对吧 你像阿卡枪 分解结合 甭管他是什么人 就是那几块 对 你把他只要能装上 他一定是正确的 甭管你黑灯下火 只要你都装上了 他一定是正确的 他不会错装的 是吧 另外这几个嘎的 你不能说 印出来一个小东西一掉 找不着了 他也不是 就这几点做的是不容易的 嗯 另外 加工生产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加工生产非常简单 对于一个 战争的一个工具来说 那是非同小可的 一个战争过去 你像苏联卫国战争 有一个日记上写到 一个团指挥所前面的一个卫兵 在敌人几次炮击过程 平均半个小时 就换了两三次枪 因为他一火力来以后 啪打掉一块 那箱不能用了 是吧 消耗是很大的 嗯 是吧 消耗是很大的 那么经得住这种消耗的 必须用什么 用大量的这个 选择材料也很重要 你们选择贵金属 你选择贵金属的话 贵金属整个的从材料来源 它就比较复杂 但是你想 采用什么呢 采用很好的 很简单的那种加工技术 比方说 冲 某汗 嗯 是吧 哗啦哗啦 音动说 这些方面呢 加工起来 简单 劳动生产率高 便宜 是吧 等等加起来 就形成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想说呢 真正的枪王 不是枪 是人 是人 武器是重要因素 但是决定战争的 胜负的 是人而不是物 这个人他称王 才是王中王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好 非常感谢三位做客 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然也感谢你的收看